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335乘以285 这是一道连小学生都会做的算术题 不过这道题不是出现在了教室里的黑板上 而是出现在了一个凶杀案的现场 335乘以285意味着什么 这组数字的背后有什么秘密呢 案件发生在云南省丽江市华平县 在当地的一家小旅馆的客房内 一名男子被人谋害 按照现场的情况 让警方感到震惊 这样的现场不常见 死者是一名男性 头部多处受到打击 在现场 警方发现了作案者使用的凶器 这是一把崭新的榜头 没有破损的痕迹 连商标也没有来得及撕掉 与此同时 警方在房间内的一把椅子下面发现了一件让他们感到很困惑的东西 考虑的下面 发现了一团锡箔纸 锡箔纸是肉过来 丢在下面 把这个锡箔纸展开之后 上面发现了两个损失 这是一张香烟内包装的锡箔纸 上面用钢笔写着一些数字 三百三十五乘以二百八十五 而且写了两遍 我们好像是在算一个两个东西 算一个算账量 列了两个手势 一个复杂的凶杀现场 一道小学生就能做出的简单成话题 这两者之间似乎怎么也搭不上关系 但是 根据现场的情况 警方却做出了推断 这个看似和案发现场毫不相干的写着算术式的胭脂壳 很可能和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们就认为如果是疫情留下来 我们就说应该被打扫着 因为这是一家旅店 上一波顾客离开的时候 店主肯定会打扫客房 锡脂被丢下的位置就在房间中间的椅子下面 这个位置肯定是应该打扫的 旅店老板说 案发前一天 也就是2008年的1月14日 受害人和另外一名男子一起入住了旅店 受害人当时基本没说什么话 所以老板对他的印象比较模糊 而对于另外那个人 老板只记得他年龄大概有50岁 口音不是当地的 这两个人中 有一个人当时登记了身份 他经过警方的查证 那只是个虚假的信息 在案发的房间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明两人身份的物品 当时这个现场没有一点死者的信息 案发当天 老板来打扫房间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一害人的一幕 当时和死者一起入住的那个男人却不见了踪影 而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旅店老板完全不知情 那个消失的男人会是凶手吗 或者是另有其人 这一切现在还都无法断定 因为这个小旅店紧挨着公路边的一个三叉路口 常有长途汽车停靠 交通十分便利 人员流动多 而且这家旅店根本就没有大门 出入也特别随意 外面也没得门 就是旅店的旅客 什么时候出入 老板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回来 老板也不知道 但真动的就只有这些监狱人住 其他人都没人住 因为他这个旅馆设施太监狼了 平时还没来人住 加上这个纯洁老人可以忍一想的笑 旅店老板当时也没住在旅店 而是住在乡邻的另一栋小楼里 所以案发的206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隐匿在了这座屋楼里 206房间的位置也比较特殊 房间是在二楼的阴面 中年晒不着阳光 连白天都要开着灯 楼下的一条水沟更是加重了它的潮气 这个房间的温度相当低 所以染发的时候又是冬天 所以实体的腐败程度相当慢 所以要靠简单的实体检验来确定遵求的死亡时间 相当困难 虽然在案发现场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能证明死者的身份 但民警们相信 案发现场的每一个痕迹物证它的背后都能挖出有用的信息 专案组决定就从那个特别奇怪的算术室入手 335乘以285 如果这是死者或者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那么这张透着古怪的烟壳纸也许就是破案的关键 335 280 这两个数字有很多可能的含义 有可能和经济利益有关 也有可能隐藏着什么号码密码之类 同时也不排除其他更多的可能 上面这个数字到底代表了什么也不清楚 因为他在这上面除了就是两道惩罚的话 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虽然对于335和285究竟代表着什么不能马上确定 但是警方却从简单的算术室中发掘了丰富的信息 人们常说自如其人 警方相信通过这些数字应该可以大概的勾勒出书写者的形象 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基本刻画出书写这个算式的人的年龄段 文化层次或者说是从此的执念的角度 从书写人一个人书写习惯来看 它还包含很多信息在里面 在这两个算术室的计算中 书写者运用的信位的标志方法 首先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从这种打点的写法 民警首先对书写者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做出了丰富的判断 凡夫分析就觉得好像是 以前五六十年代 接受五六十年代教育的人 他的这个二经为的特征就是这个打两个电 而后面 反正接受教育比较弯的 二经为就不是用打两 反正二经为打两个电的人 他接受的教育是比较早期的 一道简单的数学题 书写者第一次竟然算错了 又不得不算了第二遍 从这个细节中 警方对书写者做出了进一步的刻画 我们又判断这个人的这个文化吧 应该不会太高 并且有一点岁数 岁数有一点偏大 因为长时间不写字 那些写的那些数字都是 感觉是好像是发抖的时候 有点手有点抖一样 这样写出来的 再看这些数字 笔划虽然有些抖动 但整个算式的排列和布局很整齐 这说明书写者很有可能 还是个常常和数字打交道的人 仅仅通过两个算术室 民警已经初步刻画出书写者的形象 警方相信 这其中每一个数字都透露着书写者的信息 综合分析下来 这两道神秘算式的书写者被刻画了出来 从这些信息来看 就我们就初步刻画了 熟悉这个算式的人年龄 特征至少可以刻画在五十岁左右 然后是曾经从事过 随时和数字打交道的 阿拉伯数字打交道的这种工作 因为他的那些其他数字 这些系列还是算是 总体来看系列好 但是就是好像是长时间没有写字 或者是不经常写字 警方之前已经做出判断 这张列有算术式的香烟包装纸 应该是死者和当时一起入住的 另外一个男人留下的 死者本人只有三十来岁 而店主反映 另外那个男人年龄在五十岁左右 从年龄上看 那个五十岁的男人是最具有嫌疑的 如果这个算术式就是他写下的 那么他又是在算一笔什么样的账呢 335乘以285 这道题已经让警方感到很棘手了 就在专案组的人员苦苦思索 这组数字背后的奥秘的时候 现场又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在案发现场 通过仔细勘察 民警提取到了几枚 比较清晰的血族印 然后这个血族印是夹层 也有夹层痕跡 夹层痕跡又坚层痕跡 案发后就是案发后的 脚上沾了血族印 死者遇害时没有穿鞋 那么在案发现场 沾染死者血迹的族印就只能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这一点警方已经确定 可接下来在案发现场出现的物品 却让警方琢磨不透 在一张床上提取了一块纱布 一块纱布又那么长一块纱布 上面染了很多血迹 它的形状比较特殊 然后是纱布里两个头上还打两个结 猜测它的用途 很难猜测 这块纱布的质地比较像枕套的内衬 但是案发房间的枕套都是完好的 那就说明这块沾染了血迹的纱布 是被人带到现场的 应该是外边宅件的 一个是犯罪嫌疑人宅件 一个是私质留下的 外出租电为什么要携带一块纱布呢 这块纱布的用途让人难以琢磨 仔细观察 警方还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 这块纱布上有方形的凸起痕迹 好像是拴什么东西的 当时我们也在研究这 这块布到底是干什么的 也是研究不清楚 困惑之时 案发现场又有发现 从死者的一双白色旅游鞋里 民警们捕捉到了又一个重要的线索 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种黄色的胶带纸稀松平常 但是对于专案组的民警来说 他却透露出很是关键的信息 一看到这张黄色的包装纸 曾经从事过缉毒工作的民警们 立刻什么都明白了 原来这是用来包装毒品海洛因的 给你洗 拉住上 就是奶奶 嗯 是豆皮的味道 当时现场你经常来看死者吸毒 这个吸毒者为什么要把黄色包装胶带 藏在自己的鞋垫里呢 我们就分析会不会是死者 舍不得把这个包装物丢了 因为里面还可以偷 轻轻地好好地偷 还可以偷出来一下 只差还可以偷出两三天 是不是他还要洗 忽然间民警的心里一动 这个藏在死者鞋底的海洛因包装物 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门 民警的心中电光石火一般亮了起来 案发现场 那个鞋有神秘算术式的烟壳纸 终于有了答案 那道奇怪的算术题 这一次终于可以解释了 那这张单子留于这个称式 称法算式的这个数式算 那这个算法 那这个这张纸张 会不会就是在算这个毒品的重量 会经济流 那么一旦如果这个成立的话 它以死者血液留下来的 这个一丝毒品包装课 那么就练习得上 严格纸上的算术室 所列出的数字 一个是335 一个是285 这两个数字 进一步证实了民警先前的推断 那种包装的海洛因包 一块的重量是350克左右 但是350克不是绝对的 它可能会多一点 也可能会少一点 但是它第一道算式里面的285 285就是符合我们这一带 这个海洛因的价格 再想到当时案发现场的那块 带写的纱布 所有的迷惑都解开了 现场上你会发现一块纱布 这块纱布当时到底干什么 相当猛然 这个物质一出来之后 火燃开了 这块纱布上 其实刚好是有个痕迹 是一个影迹 刚好是一个产风性的一个影迹 瓦线下去的一个影迹 马上就反映过来 二块纱布就是 把海洛因包装 然后捆绑的工具 你看这个情况就是 一块海洛因用纱布 铲在腰上 为了逃避路上 有这个刹击 335克毒品乘以285元的单价 得出价格之后 计算者还减去了一笔数字 现在这笔数字也有了合理的解释 剪掉这一部分 我刚才想就应该是 因为这个毒品就是从运输 不管到各个环节嘛 这些人都要给费用的 我们估计这一体费用 应该是介绍人的费用 香烟包装纸上的算术室解释通了 纱布解释通了 海洛因包装物解释通了 案件的调查方向 一下子明朗起来了 就在这个房间 交易了这块海洛因 而且算了账付了钱 种种困难出来了 杀人约河 买海洛因的人杀人约河 买海洛因的人杀人约河 或者说是其他可能 总之一毒品有关 通过缜密的调查之后 一个叫胡宗俊的人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海洛有一个叫胡宗俊的人的时候 这个人因为以前 也许因为贩毒 被抓过 被打击出一个 做过捞回来 现在仍然 我们长过去 仍然还在一毒品有关 民警马上开始追查胡宗俊的踪迹 可是这个人的下落 却怎么都查不到 这个胡宗俊为什么不见踪影了 是不是对警方的调查有所察觉 所以就躲起来了 就在警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这个胡宗俊 以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方式 突现在了民警的面前 警方之所以说出其不意 是因为他们是在公安网页上的一条 案件简报上 发现胡宗俊下落的 胡宗俊讲述 当时卖给他毒品的是一个叫郭亭寿的人 旅店老板辩认 这个叫郭亭寿的人正是案发头一天和死者一起入住旅店的另外一个男人 而最重要的是 郭亭寿的基本情况和民警通过现场那道数学题刻画出来的人高度吻合 这道看似毫无头绪的算术室 在民警缜密的推断下 一步步将嫌疑人的容貌凸显了出来 至少到这个时候我们确定下来 入住的两个人一个死了一个是郭亭寿 不管这个人是不是郭亭寿杀的 至少郭亭寿是犯毒的 卖毒品给副总经的 而且你这个案子至少是有关系或者是知情人 而当郭亭寿出现在民警面前时 他脚上的鞋说明了一切 我们抓到他的时候 他穿这双鞋子的 就是现场上留下血足迹的这双鞋子 写的话我一模一样 郭亭寿承认确实是他杀害了和他一同入住的男子 但是他接下来所说的却又出乎了民警的预料 我们恥惊是他不知道他傻俩个人叫来的名字 十来人人 原来郭亭寿在偶然的情况下认识了这名男子 之后他就充当了这名男子和胡宗俊之间 毒品买卖的中间人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死者是云南大理人名叫董文坤 董文坤答应 事成之后给郭亭寿一些跑腿费 而这些钱正是算术市中减区的那一笔 赌品交易有个潜规则 老板和老板不见面都是通过马载来交易 到了荣江之后住在驴馆里面 死者受害人就在驴馆里面住起就有 郭亭寿摆到毒品和胡宗俊交易 这块毒品买给胡宗俊是九万九万多块钱 但胡宗俊没得钱 他支付了这个支付了郭亭寿四万九千块钱 当时胡宗俊想着到乐山把毒品卖掉之后 把剩下的钱补齐 再由郭亭寿带给董文坤 但是到了乐山 胡宗俊却落入了法网 如意算盘也落了空 而董文坤因为拿不到剩下的钱 和中间人郭亭寿发生了争执 郭亭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动了杀机 现场还有一个疑问 交易之后 死者为什么要把海洛因的包装纸藏进鞋底呢 原来当时胡宗俊交易毒品时提出 这一块毒品除去外包装不到三百五十克 还有三百三十五克 这个外包装就占了十五克 所以当时计算价钱的时候 毒品重量是按三百三十五克计算 而卖家董文坤 为了回去好向自己的上家交代 就把包装纸藏在了鞋底 只有三百三十五克之后 董文坤会就交代不了 因为是三百五十克 这十五克拿来开了 所以就把这包装纸拿去交拆 说是这个是出了屁的十五克 所以这个包装纸要放在鞋子里面 好好地摆到 因为摆在身上 害怕在鲁剑鲁叉的时候被插着 一次毒品交易 害人害己 被害人董文坤 纠缠在毒品买卖中 惨死亦将 而凶手郭婷寿 以前也曾因为贩卖毒品 受到过法律的制裁 却再次选择了这种 他认为能发横财的勾当 铤而走险 而这一次 他已经彻底的没有悔改的机会了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美锦教授 欢迎李老师 李老师 你看这起贩毒案 这个凶手郭婷寿 他之前是因为贩毒受到过处理和打击过的 但是屡教不敢 还是参与贩毒 最后都演变成杀人了 应该说他们 其实其他的生活能力和认知能力都是有的 他主要的异常在哪呢 也就是说 他觉得这条道是他最熟悉的 因为我们讲这种犯罪 它是一种谋生的方式 他把这作为一个解决生活难题的 唯一的一条渠道或者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贩毒不光是一个对个人来讲 是一个高风险的犯罪 而且对所有的从事这样犯罪的人来讲 这个都是我们打击的重点 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憎恨这种东西 那么当你走上这条路 你就基本是属于一条越走越窄的路 我们都说是不归路 其实它不光是不归 而且你走不到头的 很快你就会没有路可走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应该奉献所有的 有这种打算 或有这种目前正在想 还在做这方面事的人 也就是说你选择什么都不要选择这条路 就像有一个犯罪人 他在临行前他就讲过这个话 就是说这人这一辈子 选择什么都不要选择犯罪的方法 所以你这个方法你认为来钱快 但事实上你的一生会被缩短很多 也就是说你一旦被抓 你一定会受到严重的处罚的 我们经常说毒品猛于虎 今天的案例再一次提醒我们 只要是毒品就一点都不能沾 不管是贩毒还是吸毒 一旦沾上了 结局一定会是非常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新闻说法 有掌心的李老师 参与我们的演员会的谈论 关门朋友们 明天见